人到中年便会看清 比陌生人还不如的 是两种吸血的亲戚 一 隐言 有些人如玫瑰自带香气 与之在一起 也会感受到芬芳 而有些人如烂泥 被缠上就甩不开 只会让人感受到麻烦和困扰 人到中年才看清 并不是所有的亲人都值得信任 每个人都会有许多亲戚 关系有缘有劲 性格亦不同 有些亲戚会在你需要帮助时出现 让你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而有些亲戚特别自私 会借着这层关系提无理要求 让你为难 无法招架 人到中年便会看清 比陌生人还不如的 是两种吸血的亲戚 二 唯利是图的亲戚 你过得好就攀附你 生活中 唯利是图的亲戚 他见利而往来 如若 你过得好 他便会攀附你 处处讨好你 如若 你没有利用价值 他便会一脚将你踢开 唯利是图的亲戚 与你相处 会打着亲戚的牌子 不断从你身上索取利益 即便 你真心待他 他的眼里也只有钱 心里也会不断盘算自己的利益 在生活中 会因为钱 而处处和你计较 并且 唯利是图的亲戚 大多在钱上面 不能吃亏 一旦 让他吃亏了 他就会翻脸 又或者破口大骂 钱 在他的心中 超越了亲情 任何时候 不要和唯利是图的亲戚在一起 哪怕他对你再好 对你再体贴 都不要与之频繁往来 因为 他所有的好与付出 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利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 曾经说过 人要想活的自由和幸福 需要被讨厌的勇气 不要对方一失落 你就紧张 对方一道歉 就心软 不要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 停止一味的讨好和忍让 对于唯利是图 没有底线 总是想要利用你的亲戚 一定要认清他真实的意图 不要上了他的圈套 三 有困难 就找你 消耗你时间的亲戚 亲戚之间 互帮互助 其实无可厚非 一家人 互相帮助 大家庭才会发展得更好 亲戚有很多种 有的会在你 遇到困难时出现 而有的只会在需要帮助时上门 有些人 自己很懒 不思进去 却又想过更好的日子 便把主意打到身边 过得比较好的亲戚身上 有事就登门 帮忙办事 开口借钱 每次都能找到 让你无法拒绝的借口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表现得可怜兮兮的 若你不答应 就有些不尽人情 平时不怎么联系 只是逢年过节 偶尔串个门 遇到难处想起你来 动不动就哭穷 每次都是拿些廉价的礼物 却要求你帮他非常大的忙 比如 帮他或是他的孩子找工作 想买房子让你给添点钱 为了他的孩子念书 方便要在你家借助 不把你当外人 有要求就肆无忌惮地提 嘴上说感恩 其实心里觉得都是亲戚 这些事就是你应该做的 作家婉晴说 能力和自身的资源不行 拥有再强大的人脉也没用 这些人脉迟早还得失去 千万不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索取者 没有人有兴趣 长期帮助一个只会索取的人 遇到只会索取 有困难就找你 从不顾及你 做不做得到 为不为难的亲戚 不要惯着 而是要选择拒绝 否则 他们会变本加厉 不停地打扰你的生活 要求一次比一次更过分 应可得罪他 也不要让自己的善良一直被消耗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亲戚 但真正走动来往 关系十分好的 或许就那三两个 彼此之间三观相符 做事有分寸 可以互帮互助 礼尚往来 在精神上能给予彼此慰藉 生活上也能有个照应 这样的亲情很温暖 有的亲戚 总是在不断消耗你 不感恩 不付出 动不动就想占便宜 遇到这样的亲戚 不必顾念亲情 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与旁人无关 遇到何不来的亲戚 学会拒绝 生活会更简单 人到中年 还沉迷于做这几件事的人 大多会越来越有钱 一 引言 钱就像是铠甲 能帮人们抵御各种攻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赚钱方式 养家糊口 也给自己的晚年留下些后路 年轻时不知道钱的重要性 喜欢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年纪大一些 才知道要认真对待生活 这样 生活才会回馈你更多的财富 人生路上 钱要靠自己去赚 如若 想要过好点的生活 就要努力去奋斗 真正有钱的人 大多都活得有目标 热爱生活 人到中年 还沉迷于做这些事的人 大多会越来越有钱 二 沉迷钻研新事物 有学习力 人到中年 沉迷于研究新事物的人 大多很有学习力 很容易把握风口 德摩克里特说 荣誉和财富 若没有聪明才智 是很不牢靠的财产 生活中 当新鲜事物出现时 很多人抱以看不起 不了解的态度 别人谈论起这样的话题 只是说一句没听说过 这样的人容易固步自封 人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 也不会出现枝的飞跃 不要说自己老了 跟不上形式 也不愿再花时间和精力 去学些新鲜东西 你不进步 很快 这个时代 就会把你彻底的淘汰 相反 若时刻保持着好奇心 对新生事物 有敏锐的洞察力 就能够掌握先机 在创新中 谋求更大的发展 不断完善 更新自己的逻辑框架 有更先进的思想 保持深入学习的好习惯 新事物 隐藏着许多的商机 一旦 站在风口浪尖上 就能活成传奇般的人物 三 沉迷兴趣 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兴趣 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 人到中年 因为生活压力太大 许多人 将自己的兴趣放弃了 经营着一份 普通工资的工作 活得了无生趣 一个人 如若要成功 大抵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然后不断坚持下去 兴趣 会让一个人变得坚韧 不怕吃苦 遇到任何考验 也不会轻言放弃 这样的人 很容易成功 张宇说 永远不要把追求财富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梦想 并且去追逐梦想更重要 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到极致 你想要的东西 就会随之而来 人到中年 如若你还沉迷于兴趣 喜欢做一件事 坚持到底 也许就是出口 当一个人 对某件事情 有着非常大的热忱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放弃 在兴趣中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有所热爱 也会有所成就 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 也会收获更多的财富 四 沉迷自我投资 提升自己 人总是一直在路上 要么是脚步 要么是灵魂 走出去 可以增加阅历 留在家里 可以通过阅读书籍 学习一些专业课程 提升自我的文化艺术修养 想要摆脱平庸 就要走出舒适圈 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 制造一些开拓思维的计划 未来能遇到更加优秀的自己 董明珠说过 对自己狠一点 逼自己努力 再过五年 你将会感谢今天发狠的自己 恨透昨天懒惰自卑的自己 人到中年 沉迷于自我投资 不断提升自我个人综合力的人 会让自己活成一束光 相信通过不间断的学习 就能改变自我 当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获取财富的能力 也会成倍提升 人的境界提升了 可以看透事物的本质 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路走对了 一切都会变得更顺利 生活的高度 要靠自己争取 如若在人生路上 想要拥有更多财富 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想 接受新事物 与这个时代一起发展 找到更多可以赚钱的方法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干一行 爱一行 多研究 实践 做出更大的成绩 多学习 不能放弃成长 通过学习 可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思维模式 能更好地应对当下所有的难题 当你的内心和能力 都变得越来越强大时 财源也会滚滚而来 人过五十岁 出现这些征兆 老天在告诉你 好日子要来了 人生过半 意味着到达生命中重要的节点 这个年纪的人们 已然经历过风风雨雨 主动或被动地获取了很多人生经验 接下来的晚年生活将会如何 要重视五十岁时出现的一些征兆 如果出现以下几点 说明是上天在暗示 好日子就要来了 一 儿女生活稳定富足 儿女的幸福永远是父母的牵挂 即便即将步入晚年 父母依旧在为已经成年的孩子操碎了心 虽然人活一世并非只为儿女 但无法避免的 父母忙碌半生 多半是为了给孩子做好铺垫 在五十岁这个年纪 如果子女已经成家立业 生活趋于稳定 事业渐有所成 则会让父母感到欣慰和满足 因为他们半生的辛劳和付出 终于看到了美好的果实 不再需要为孩子操心 以孩子的幸福为荣 会让父母感到轻松 不必再背负儿女未来的生计 他们知道 孩子们完全可以独立撑起自己的生活 他们便可以更加放松地享受晚年 二 夫妻感情稳固和谐 杨东平说 中年是月变人生 又不动声色的年岁 因此 这时的爱情格外珍贵 这时的感动格外深沉 人过半百 许多夫妻被生活折磨地失去了热情 不再有好好生活的勇气 如果身边仍然有爱人陪伴在侧 琴瑟和鸣 则是莫大的幸运 这个年纪的夫妻 共同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 彼此的包容与默契 造就了如今的稳固和温馨 有人说 中年丈夫的成功 在于幸福的婚姻生活 而这种生活 并不在夫妻间的兴趣或气质相同 而在于懂得跟随对方的兴趣 多少年的互相支持和爱意 让两个人不再执着于鸡毛蒜皮中的争吵 相反 两个人的求同存异 会让双方更加珍惜彼此 并且有决心面对以后的生活 共度余生 三 父母身体老当义壮 有人说 中年人最大的幸福 是父母安在 人生时苦 成年人唯有在父母跟前 才能做回孩子 如果年过五十的人 身边有父母的陪伴 并且身体依然绝硕健康 则是天大的幸福 老年人身体康健 说明他们注重保养和养生 为自己 也为已经中年的儿女 这样的老人 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和松弛自得的心态 无疑会带给子孙们 极为正向的能量 就像知否中的圣家儿女们 有圣老太太的把持和指引 家庭蒸蒸日上 后辈们无不感激和欣慰 四 自己心态豁然开朗 五十而知天命 很多事 我们穷其一生 也无法做到 在这个年纪 很多人已经懂得了 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 也懂得了如何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和快乐 不再为一些小事烦恼和焦虑 而是学会放下与和解 正如柏拉图说的那样 中年性情稳静而愉悦的人 不大会感到老年的压力 这让我们感到欣慰和自恃 因为我们以懂得顺势而为的要义 邓文涛说过 很多时候 加在我们身上的困苦 当时以为是倒霉 也许以后我们成为艺术品 就是靠经兽的磨难 把我们雕成这个形状 洞悉了生命 是场经历的本质 便不再纠结于失去和遗憾 只会用力抓住今天 期待岁月静好的明天 五十岁 是一个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如果儿女幸福 夫妻和顺 父母安康 身心豁达 都是上天的眷顾 让我们从此远离消耗和烦恼的预示 是好日子来临的标志 我们只需静下心来 去迎接安详 而美好的未来 真正消耗你的三种人 感情再亲近 也要断交 一 卷手与 一个人在世间行走 最无可避免的 就是与人打交道 与你结交的人 是真心的朋友 还是虚伪的小人 往往很难一眼就分辨出来 生活中 有一些人的出现 是在消耗你 可能自己内心也会有所察觉 和一些人在一起 总是感到很疲惫 很无奈 甚至压力重重 真正消耗你的三种人 感情再亲近 也要断交 不要让自己继续被消耗 二 喜欢道德绑架你 生活中 有一种喜欢道德绑架的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是将自己抬到道德的制高点上 对他人指手画脚 我的一个亲戚 做事情不踏实 总想着发横财 他生意失败后 跑来找我的父亲借钱 父亲了解他的人品 这钱借出去了 绝对就打了水漂 便婉言拒绝了 没想到 他开始大肆指责父亲冷血无情 还说什么 都是一家人 怎么能够见死不救 见父亲不为所动 又开始翻起了旧账 说他也曾经在父亲困难的时候提供过帮助 现在居然忘恩负义 其实 这些年 父亲没少接济他 欠他的情 也早已经还清了 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心有不甘 又在亲戚之间大肆宣扬 抹黑父亲的名声 让父亲气愤不已 喜欢道德绑架的人 只想着如何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根本不会顾及他人 哪怕曾经对他提供了诸多帮助 他也丝毫不曾念及这些情分 远离道德绑架的人 因为他会不断消耗你 还会诋毁你 或者算计你 三 一位对你所取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结交 需要相互的付出 才能够建立感情 若是一方只懂得所取 且将你的付出 看成理所当然 这对你是很不公平的 只一位对你所取的人 在心里并没有将你当成朋友 也不懂得珍惜你的付出 他从未考虑过你的感受 也不愿意为你分担任何的责任与压力 只想坐享其成 你的付出 已经让他形成了极大的依赖心理 若是拒绝了他的所取 他很可能会原形毕露 将你过去所有的付出 全部抹去 不懂得心怀感恩的人 不值得自己继续付出 尽早断了来往 及时止损 人生路上 学会拒绝 那些对你一位所取的人 才会真正知道 你的底线 而不会过度依赖你 消耗你 四 爱诋毁小瞧你的人 生活中 瞧不起你的人 很容易消耗掉你对生活的热情 消耗掉你的自信心 戴尔 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道 努力接近那些了解你 信任你 鼓励你的人 这对于你日后的成功 具有莫大的影响 真正的朋友 必定是坦诚相待的 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生活中 有的人表面上与你交好 赢得你的信任 借助你的资源 却在背后诋毁你 他心里瞧不上你 却又没有真正的实力来超越你 也就只能使一些小人手段 想以此来打败你 爱诋毁你的人 内心极度不平衡 极度你所获得的一切 想看到你从高处落下的样子 对于这样的人 不要有丝毫的仁慈和心软 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伤害你 及早远离 五 人生路上 即便关系再好 也要远离消耗你的人 于秋雨说 人生不要光做家法 在人际交往上 经常减肥 排毒 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 要懂得分辨哪些是真正的义友 而哪些 只是来消耗你的小人 对于只会消耗你的人 若是继续结交 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损失 带来无尽的麻烦 及早远离消耗你的人 和真正的粮食 亦有同行 人生 将会收获更多精彩 二婚和复婚 哪个更幸福 过来人坦白 意料之外 杨将先生说 我崇拜生命里的真诚 喜欢岁月验证过的友谊 敬仰与人为善的知己 更感恩生命里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的任何人 人生 甭管是什么关系 不离不弃 最让人敬重 有多少婚姻 走着走着就分道扬镳了 用离婚二字去成全彼此 反观那些个离婚的人 二婚和复婚哪个更幸福 一 二婚仍旧需要面对一地鸡毛生活 是各种琐碎的合集 终究是一地鸡毛 即便是你二婚 也无法逃离生活的本质 如若你对家庭缺乏责任 如若你对伴侣缺乏包容 如若过于的我行我素 即便是二婚 也很难幸福 二婚 该面对的生活压力的面对 该品尝的人间疾苦的品尝 并不是有情淫水饱 生活的柴米油盐 仍旧一样不能少 所以 如若我们无法积极地去面对这些 生活的琐碎 一味地谈感情 很可能面对的 还是失败的婚姻 二 复婚真的可能重蹈覆辙 复婚之前 问问自己 之前离婚因素解决了吗 如若我们没有解决 仍旧选择盲目的复婚 那么生活 如若还遇到类似的分歧 如何去面对 当初因为什么离婚 如若是对方犯错 那么还犯这样的错 我们是否能够原谅 如若是因为道路不同 那么我们在遇到步伐不一致的时候 如何宽慰自己 如若我们无法直面离婚的原因 再婚也很难走过那道坎 唯有勇于直面问题 耐心解决问题 并且积极有效地去沟通 我们才能真的和过去和解 让感情如初 三 婚姻不是儿戏 而是责任婚姻 不是儿戏 而是人生的责任 因为我步入婚姻之后 要为两个家庭负责 要为自己的孩子负责 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不要轻易地去步入婚姻 儿戏的选择和自己共度一生的人 选择之前 我们一定要多方面去衡量 两个人到底是不适合 包括衡量过往 衡量性格 衡量人品 我们要确保对方是那个对的人 也是那个我们欣赏的 且愿意与之携手前行的人 人生是自己的 婚姻是一个人的归宿 我们不能轻易地去选择 更不能儿戏地去结束 真正令人羡慕的感情 是我们能互相包容和珍惜地 携手一生 不背叛 不伤害 全力以赴地去珍惜和看重 对方不爱你了 这三种表现最明显 别不知道 有人问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对方不爱你了 有一个回答说 是从对方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开始 他的疏远让我感觉到陌生 原来才发现 是对方爱上了别人 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 总是对你千一百顺 总是对你献殷勤 总是按时回家 跟你黏在一起 而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理由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借口 最终说不爱就不爱了 爱情是有保质期的 你始终无法保证 对方能够爱你多久 如何判断对方不爱你了 其实都是有征兆的 爱与不爱都藏不住 不爱也总是有表现出来的 对方不爱你了 这三种表现最明显 希望你能判断出来 从而及时止损 一、对你失去了耐心 对方不爱你了 才会没耐心听你讲话 也没耐心跟你商量事情 而是自己说了算 有时也不会跟你商量 不会跟你说 就是厌倦你了 不想跟你分享 也不想跟你多说话 当对方不再照顾到你的情绪 不要关注你的心情和感受 越来越对你没耐心 甚至话会无缘无故 对你发脾气的时候 那就说明 他对你的态度中表明了一切 就是不爱你的意思 对方不爱了你 才会不在乎你 才会跟你聊天中 回复你的信息时 都是敷衍的 都不会跟你说那么多 甚至连电话都懒得接 连信息都不回复你 回头看看热恋的时候 都是对方缠着你 跟你说这说那 每天跟你说早安 晚安 关心你有没有按时吃饭等等 如今他对你没有了耐心 不回信息 也对你无话可说 那么就是不爱了 二、对你失去了包容 对方不爱你了 就不会包容你了 就对你随便发脾气 吼你 甚至还动手打你 一个人不爱的时候 总是有些绝情的 爱你的人 始终会包容你 哪怕是你做错事情了 都不会怪罪你 而是开导你 安慰你 让你振作起来 爱你的人 会包容你的性子 知道你脾气急 也不会跟你计较那么多 更不会跟你吵起来 宁愿自己多一点担待 迁就你一些 也不会让你生气 而当对方不爱你了 就开始跟你计较 开始跟你较真 开始指责你 抱怨你 做得不好 甚至是无缘无故 就说你做得不对 也对你不讲理 就觉得你是错的 他才是对的 可见 不爱你的时候 你不管做什么 他都看不顺眼 不管你做得再好 他都看不到你的好 也不会珍惜你 三、对你失去了真心 对方爱你的时候 你总是能够感觉到 他的用心和真诚 他每次都会在乎你的感受 在别人面前呵护你 让你感觉到幸福感 当你有事情需要他的时候 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 而且对你一心一意 而当对方不爱你的时候 你发现对方在外面跟别人暧昧 甚至外面有人了 回到家里 他若无其事 对你撒谎 你故意打电话问他在哪里 他却说是加班 其实你已经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了 但是听到的答案 却是他在加班 说明他不知道多少次这样欺骗你了 才发现他已经对你失去了真心 你都不知道该相信他哪一句了 爱你的人 才会对你坦诚相待 不爱你的人 则会越来越虚伪 表面跟你维持着关系 实际上却跟别人在一起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不爱了 那么就要敢于离开 别否定自己 不要认为是自己不够好 对方才不爱你的 其实真正爱你的人 始终都会对你一心一意 不爱你的时候 才诸多借口 莫言 人生四然 来是偶然 去是必然 尽其当然 顺其自然 在人生的征途上 我们常常被无尽的追求与焦虑所困扰 却很少有人 能洞悉其中的奥秘 莫言曾说过 人生四然 来是偶然 去是必然 尽其当然 顺其自然 这句简洁而深刻的话语 仿佛是一盏指引前行的明灯 让我们深入探索 解析其中的情感哲学 探寻内心的平静与共鸣 偶然而来 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降临 往往伴随着无法预测的偶然 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因为一次巧合而结缘 仿佛是宇宙的编织 将我们紧紧相细 这份偶然的相遇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就如同晨曦的第一缕阳光 温暖而希望 我们应当怀揣感恩之心 珍惜这份偶然带来的美好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 而这种偶然的存在 赋予了我们与众不同的价值 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 面对生命的起点 正如莫言所言 来是偶然 我们的降生是宇宙的馈赠 我们应当以感激之情 去经历人生的风雨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必然而去 生命的循环 然而人生的过程 却不只是偶然的开始 更伴随着必然的离去 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永恒 时间的流逝 终将把我们引向离别的命运 生老病死 是生命的规律 也是每个人都难以回避的现实 面对逝去的亲人 友情 青春 我们常常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无奈 然而 正是这种必然的离别 赋予了生命 以更深刻的意义 就如同四季更替 春花秋月 离别让我们懂得了珍惜 懂得了生命的宝贵 墨言说 去世必然 生命终将归于宇宙的怀抱 而我们可以用一颗平和的心 去迎接离别 去拥抱永恒 当然而尽 心灵的释放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常常因为功力和压力 忽略了当下的美好 然而 莫言的这句话 尽其当然 呼唤我们要尽情释放内心 不要被外界的琐事困扰 在每一个当下 无论是喜悦 还是痛苦 都应当用全然的心去体验 用一颗包容的心 去对待 当我们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执着 真实地活在当下 我们就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 用一颗感恩的心 去体验生命的点滴 用一颗豁达的心 去迎接未知的挑战 正如莫言所言 尽其当然 我们应当用一颗平和的心 过一种不被束缚的人生 去拥抱更多可能 自然而顺 生命的智慧 面对生命的变换无常 我们常常会陷入 无尽的烦恼和焦虑 然而 莫言提醒我们 顺其自然 生活的智慧 恰恰在于顺应变化 不强求 不逆流而上 就如同大自然的规律 万物皆有其轮回 我们也应当顺应生命的起伏 去适应变化 在顺应中 我们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 抛去对结果的执着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体验当下 更好的珍惜生命的 每一个瞬间 在偶然中感恩 面对必然时间啊 以当下的心态尽情释放 顺应变化而生活 这是一种内心的修行 一种情感的升华 当我们能够平和地面对生命的自然 我们就能够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无论风雨如何 我们都能够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去体验生命的美好 让我们跟随莫言的智慧 以平和的心态 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去探寻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活出更加丰盛的人生 情人之间 守住这三样东西 会越来越幸福一段好的感情 不是自我为忠心 而是要学会换位思考 懂得顾及对方的感受 相互包容 相互成就 才能让彼此相处更加舒服 男女之间感情再好 也要懂得注意分寸 懂得消去自己的个性 把对方放在第一位 这样两个人才能相濡以沫 相守一生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会愿意为彼此付出的 愿意陪伴对方 花时间去了解对方 懂得迁就和包容对方的缺点 因为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说 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会忘记自己的苦乐得失 而只关心对方的苦乐得失的 所以 真正爱你的人 会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 做出很多感动你的事情 而情人之间 想要取得好的感情 就要学会守住这三样东西 一 守住情绪 好好说话 婚姻的意义 一书说 即便我们当初找对了人 过不了多久 对方也会变 因为婚姻这件人是意味著 我们一起走进去 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很多时候不是人心变了 而是生活的一地 鸡毛让我们露出了最真实的一面 情绪也随着生活的砸碎 而发现变化 当我们在伴侣在一起生活久了 就会发现伴侣的不完美 失望也会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在生活里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一点小事就愤怒 发脾气 冷战 不好好说话 对伴侣尖酸刻薄 那摩关系自然就陷入了僵局 有一对夫妻结婚两年了 婚前相爱两不厌 婚后却是相互嫌弃 妻子嫌弃丈夫邋遢 丈夫嫌弃妻子不做家务 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很糟糕 妻子觉得丈夫变了 丈夫也觉得妻子变了 变得太懒了 变得不可理喻了 动不动就吵架 他们一下班回到家 就吵得不可开交 再往后 干脆就赌气冷战了 谁也不搭理谁 严重的程度 一个月都不说一句话 后来妻子终于忍不住了 在丈夫面前哭了起来 说本来都是笨住结婚 相守一辈子的 怎么感觉婚姻就走不下去了呢 其实他们在这段婚姻里的问题 就是不好好沟通 动不动就把情绪颇向了对方 不好好说话 才造成了现在的样子 然而情人之间 想要维系一份情感 就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 才能迁就对方 让两个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在一起 才能求同存意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守住好的情绪 才能让感情更加深厚 二 守住分寸 凡事不能乱来 情人之间关系再好 也要把握好相处的分寸 有些事情是对方的底线 绝不能去试探 有些话触碰到对方的痛处 也不要提起 有些玩笑 不是所有人都能开得起的 发现对方不对劲 那就是触碰到对方的底线了 想起福生六计中的陈云 和沈重婚后的生活相处中 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恩爱的 感情也很好 但有一次 陈云和沈父在聊天 聊住聊住沈父 就跟陈云开玩笑 以为逗他乐一下 却没有想到陈云反而不高兴了 才知道玩笑开过头了 触碰到陈云的底线了 于是沈父赶紧跟陈云道歉 然后哄他开心 再也不跟他开那种玩笑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又继续升温了 情人之间关系再好 但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任何事情都不要由住自己的性子来 而是懂得把握分寸 不能做的就不要去做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说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 这界限是不清晰的 然而又是确定的 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想 突破这界限 只有守住分寸感的人 才能让伴侣觉得舒服 亲爱的爸妈中的柳碧云和江天怀 他们两个人是夫妻 谁都尊重对方的选择 都知道对方的原则 不会逼对方做违背原则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相敬如宾 整个家庭也因为他们正确的作风 而产生了良好的家风 培养出很好的孩子来 夫妻之间守住了分寸和原则 这样不仅能够很好的经营感情 而且还能很好的经营家庭 三、守住细节 细节决定一切 三毛曾说 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 吃饭 数钱 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 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情人之间 不是每天都需要高谈论阔的爱 而是深入到生活的琐碎之中 看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 就要他在生活里如何对待你 两个人在一起 能够扛住住生活平淡如水 才能依然恩爱如初 亲爱的爸妈中的柳碧云和江天怀结婚十余年了 依然感情还是那抹好 生活也如此浪漫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经营感情 注重生活的细节 让双方都能够感觉到婚姻的幸福 当柳碧云心烦的时候 江天怀会安慰他 当柳碧云想要喝茶的时候 江天怀也会主动地给他倒茶 当江天怀说做什么给他吃的时候 柳碧云为了奖励他而带他去下馆子 当家里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江天怀都会站在柳碧云这边维护他 两个人一起跑步 一起散步 一起说唱 眼里都是对方 在生活里温暖彼此的心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想要长久的感情 需要付出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懂得控制情绪 好好说话 良好的沟通是幸福的开心 懂得注意分寸 不要让对方为难 才能让感情稳固 懂得守住生活中的细节 彼此的努力才会有结果 喜欢如此给别人发微信的人 大多人缘不好 一、卷手语 人缘是一个人在社交生活中的成就体现 一个人的人缘好不好 从发信息的方式就能看出来 人缘不好的人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不懂得保持分寸 没有最基本的尊重 在打电话 或者是发信息的时候 总是只在意自己的想法 而从来不懂得为对方考虑 喜欢如此给别人发微信的人 大多人缘不好 二、直接视频、电话、冒昧打扰 在生活中 有事情找别人 也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找别人是否合适 在方式上是否太过直接 若 总是冒昧打扰别人 不但事情办不好 还会影响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印象 有一次 我和一个朋友吃饭 期间 他的手机来了微信视频 他看了一眼 没有理睬 待对方挂断之后 便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我忍不住好奇 便询问对方是谁 为何不接对方的视频 朋友便向我说起了缘由 他们两人的交情本来并不深 在饭局上接触过几次 对方每次联系他 从来不考虑时间和场合 总是直接一个视频电话 有时候是在深夜 有时候是在清晨 让他烦不胜烦 每次他联系他 其实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不但打扰了他的睡眠 还浪费了他的时间 以至于后来 他看到对方的视频电话 便会下意识地皱眉 选择不再接听 喜欢直接视频 电话找别人的人 大多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很容易对别人冒昧地打扰 一个人 总是冒昧打扰别人 只会不断消耗自己的人员 让别人心生厌恶 尽管他千方百计地 想要和别人建立关系 但是别人只会因为他没有分寸感 而觉得他人品不可靠 选择疑 没有边界 分寸感的人 大多人员都很糟糕 三 别人不回信息 就质问为什么 在成年人的社交生活中 要懂得保持足够的分寸 也要懂得维护自己的体面 若是对方不回复信息 大概率是不方便 或者是你无关紧要 对方不愿意在你身上花费时间 就不要继续追问了 在我们公司 新来了一个女同事 身边的同事都主动向她示好 在她有不懂的问题时 还会主动帮助她 有一次 女人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 遇到了一个很难处理的数据 便发信息向同事挨个求助 而同事并没有回复她 第二天 她忍不住挨个找同事质问 为什么不回她的信息 在她的观念里 仿佛每个人都要围绕着她 时刻帮她解决各种问题 否则就是对不起她 自那以后 同事们都渐渐开始和她保持距离 再也没有人愿意主动帮助她 当别人不回复信息的时候 过分质问 只会让自己的人缘越来越差 别人不回信息时 要学会反省 是不是自己的行为不恰当 是不是自己找对方的时间点不对 又或者学会等待 与人相处 要懂得给予空间 懂得留有余地 如此才能够赢得对方的尊重 四 和别人聊天时 喜欢索取 作家孟斯诉说 聊天交友 不在表面字句的高雅与庸俗 而在表达的内心是否一致 有的人 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不懂得保持彼此之间的界限 总是不断越界 不断索取 让对方避之不及 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想要更多的了解对方 所以会索取对方的个人信息 爱好等等 或者是 对方有能力 有地位 便想从对方身上获利 利用对方的身份 为自己解决某些困难 所有的行为 皆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丝毫没有顾及过对方的感受和意愿 其实 太过于功利心的人 都会被别人屏蔽 因为 谁也不想被有心人利用 喜欢索取的人 只考虑到了自己 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最终 也会让自己的人缘 越来越差 五 接触于 人生路上 与别人交往的方式 决定自身的人缘好不好 一个人的人缘不好 要懂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及时调整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在聊天的时候 学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用尊重 去赢得尊重 要学会从自身出发 保持交往中的分寸与界限 让彼此之间相处舒适 轻松愉快 为自己 赢得好人缘 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追求你 说明是有这三个目的 人生在世 往往会碰到很多追你的人 也许是你很优秀 得到了对方的青睐 还或许是你人很好 值得在一起 但并不是每一个追求你的人 都是因为喜欢你 相反 有时候对方追求你 往往是有目的的 而并非是喜欢 就像是找工作一样 往往是有目的的去找 去找工资高 待遇好 有节假日等等 而不是一股热情去找自己喜欢的 那么追求一个人 其实也是这样 都是带着目的的 而并非单纯的喜欢你 至于为什么不喜欢你 还要追求你 往往是因为这三个目的 一 太寂寞了 打发时间 一个人不喜欢你 却追求你 往往是由于他们感到内心深处的孤独和空虚 这种寂寞感 可能源于生活的不如意 或是情感上的缺乏关注和亲密 生活单调乏味 缺乏了情调 每天都很枯燥 只能看到别人的停的秀恩爱 而自己却没有人陪伴 在这种情况下 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强 越来越寂寞 他们可能会寻找一些娱乐和消遣 或者寻找一个能陪伴自己的人 以暂时忘记他们的烦恼和不满 而你就刚好是那个能为他们打发时间的人 他们会刻意地去追求你 然后用毫无成本的付出去感动你 然后慢慢地把你追到手 也许不知情的你 还以为对方是真的喜欢自己呢 然后就会不知觉地投入 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心腹 以为遇到了真爱 但殊不知 其实自己就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工具而已 不得不说 感情有时候真的很假 追求自己的人 没想到只是演戏而已 原来只是为了打发寂寞 纯属欺骗感情 二 你对他有利用价值 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追求你 除了寂寞以外 有可能是因为你对他有利用价值 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 首先 他们可能把追求你作为一种手段 来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 例如 他们可能需要你的社交圈子 你的金钱或者你的地位 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也有可能是他们看中你的财质 外贸或其他方面的优势 而希望通过与你建立关系 来获得这些资源 他们可能更看重你的条件和背景 而非你本人 这种追求往往带有功利性 追求者并非真心喜欢你 而是因为你符合他们的某些标准 在这个社会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单纯 任何人之间都是价值交换 之所以靠近你 就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罢了 你如果优秀 很多人都会图谋不轨地靠近你 你如果不优秀 长得再好看 也不会有人追求你 因为大家都是视力眼 都喜欢八戒有能力的人 所以说 如果发现一个人不喜欢你 却又偏偏追求你 你就要当心了 他是否是想利用你 三 你很单纯 和你谈恋爱 至少不会吃亏 一个人不喜欢你 却追求你 一定是想占你便宜 觉得你人好 和你谈的话 至少不会吃亏 因为其他喜欢的人 很难追到手 而且心颜子多 于是刚好发现 你人很好 长得也不赖 很单纯人很好 于是就想和你谈着玩玩 也就说 他不是因为喜欢你 和你谈 而是因为其他人 他追不到手 而且不好拿捏 也就只有你刚好适合 所以 他是有目的的 是不单纯的 只是觉得你单纯好骗 被你的单纯和无邪所吸引 他还会说些甜言蜜语 送点小礼物 或者承诺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 来博取你的欢心 然而 一旦你开始表现出一些缺点 例如说有自己的想法 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开始不再那么顺从他们的意愿 他就可能会对你失去兴趣 因为你已经不再那么单纯和容易受骗了 这就是一切目的 一个人变强 是从深藏开始的 武侠小说中 主角大多在遇到了重大挫折 九死一生之后 忽然峰回路转另有其遇 最后在武学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很多人也希望自己能如小说中的主角一样 遇到一些机缘 或是掌握一些秘籍 就可以变得非常强大 在事业上 大有作为 其实 想要在职场上获得进步的空间 首先就要懂得 一个人变强 都是从深藏开始的 一 深藏自己的野心 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 没有想要逐步跃升的进取心 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没有奋勇向前的动力 但在职场中 成年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当没有足够的实力做支撑时 一定要学会深藏自己的野心 在职场中 有进取心是好事 但过早地暴露自己的野心 只会给人留下急功近利的印象 上了社会才发现 每日喊口号 将自己的目标公之于众 并不能帮助你获得前进的动力 还会引来他人的非议和不必要的麻烦 想要获得成长进步的空间 首先就要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 平时多学习 多积累 当你的实力足够强大时 机遇的大门自然会为你敞开 二 深藏自己的好恶 每个职场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到了社会上 最应该隐藏起来的就是自己的喜恶 年少时 我们都是热血青年 爱憎分明 如果讨厌一个人或是什么事 就一定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但上了社会之后 我们首先要学会的 就是收敛自己的好恶 有人曾说 你的另一半可以自由选择 但你的同事 你却无法选择 在职场中 遇到什么人 与什么人一起共事 一切都得随缘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好的人 他们可能会传授给我们许多经验 教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但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难缠的人 他们人品上有瑕疵 为人处事上很另类 我们也许很难习惯与他们相处 还有一些事 我们可能很看不惯 甚至是厌恶 但成年人都该懂得 在职场中 无论遇到多么讨厌的人 多么糟心的事 都要尽力隐藏好自己的厌恶 不以好恶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和行为 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三 深藏自己的情绪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成年人即便崩溃 也只能在一瞬间 即使情绪已经在分崩离析的边缘 也要擦干眼泪 继续生活 一旦踏上社会 我们就失去了随意释放情绪的自由 成年人的生活 即便在艰难 在委屈 也要咬牙坚持 继续前行 那个在风雨中 因订单 严实 而着急哭泣的外卖小哥 那个因货车翻车货物 全部倾倒 而陷入绝望的大货车司机 还有那个鞭炮摊着火 却仍冒险抢救货物的摊主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 可能都曾深深地陷入过绝望当中 但成年人连崩溃发泄的机会都没有 绝望过后 依然要擦干眼泪 咬着牙继续向前走 一个人真正长成大人 并不是他年龄达到法定年龄的时候 而是无论多难 他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让情绪外泄的时候 一个人变强 从他深藏自己的情绪开始 四 接触于 一个人变强 意味着他懂得肩负起应尽的责任 成年人的世界从不完美 也从不轻松 但当你真正懂得为了自己和家人 肩负起生活的重担时 你就可以变得更强 感谢观看